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阳机长 这辆车在挂道挡的时候 一表盘上提示,倒车灯故障 我之前打电话问过4S店 一个倒车灯泡是180元 更换的费用是200元 这就380元,快到400元钱了 再加上我的工作费,再加上油钱 如果我开车去4S店换一个灯泡 就要接近1000元钱 所以我就在网上,我自己买了一个灯泡 这个是倒车灯泡LED的,26元钱 那下面我自己把灯泡给换上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更换的方法 如果大家的车辆以后,这个灯泡坏了 大家自己也可以更换 大家看一下,这辆车的倒车灯 是安装在后备箱盖上面的 首先要把后备箱内秤板拆掉 才可以更换灯泡 下面我开始拆 首先要把这个 这个直壁上面的这个保护的塑料盖 把它拆掉 拆这个直壁的护盖比较简单 这上面有两个卡扣 把它一变就开了 下面这个 这就可以拿下来 就拆掉了 然后把这个三角警示盘 给它拿下来 这里有两颗螺丝 需要拆掉 这可以拆掉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固定内秤板的卡扣 就跟螺丝一样 这是塑料的 但是它不是螺丝 但是呢 也可以拿螺丝刀 可以拧下来 看一下这一圈 还有这里边 这也是 这也是 现在我们把它拆掉 我告诉大家 拆卡扣的技巧 用一个十字螺丝刀 然后呢 轻点的用力压 然后呢 这么 把它拧出来 轻轻一拧 这个塑料螺丝 它就出来了 然后拧一拧 就拧不动了 不要用力 要用力压的话 把它又进去了 就这样就好了 然后找一把钳子 用钳子这么拧一下 然后这么一拔 就能拔出来 大家看 这就出来了 把这剩的所有的 都拆掉就可以了 现在这螺丝都拆完了 现在把这个秤板 这么一拽就下来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个后面这个灯了 大家看 这个灯就是倒车灯 这个有灯座 把它直接一拔就出来了 就这个灯泡 塞的店要180一个 我在网上买是26元钱 现在开始换灯泡 把这个拿掉 把这个原来的灯泡给取下来 这个原来灯泡 这是新的R1D灯泡 好 装上以后 再装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把装好的灯泡 再按回去就可以了 灯泡装好了 现在把车发动着 然后拉紧手刹 挂上倒档 从后面看一下 倒车灯亮不亮 大家看一下 现在两个倒车灯都亮了 这个是新换的 这是LED的 这个比这边要亮 这是原车的 最后按着拆的相反顺序 把内饰板和卡扣 都装回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我就不拍了 天太冷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感觉你有帮助 请帮我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